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老掌柜 今天这一期我们所要实作的内容 是接续上一期 手机安装完RETO ARCH之后 所要进行的步骤 各位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简易的操作指南 在练习开始之前 请各位先准备一只蓝牙摇杆 还有您今天要模拟的游戏 都准备完成之后 闲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进行今天的练习 在RETO ARCH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紧接着所要面临的 就是将我们的游戏进行模拟 在模拟游戏之前 我们得先安装模拟器 所以依照各位所准备的游戏 来安装对应的模拟器 我们选择载入模拟器核心 在载入模拟器核心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对应主机的这个模拟器 那我这边已经有预先安装好一些的 比如说像任天堂的 NDS的超人的还有Sega的 要安装模拟器的同学 请你往下选择到下载模拟器核心 在模拟器核心这边我们点选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零零种种非常多样的模拟器 这是Retal Arch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之一 就是它帮我们整合了很多模拟器核心在里面 您只要安装了Retal Arch 您就不需要再为了每一种主机都去安装一个 或者是找一个适合的模拟器来用 您只要针对Retal Arch它本身有支援的模拟器 您去选择就好了 所以各位可以在这张列表上面找到您所准备好的游戏 它所对应的主机的模拟 那么您再去把它安装进去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这边已经有安装我们今天所要做的练习的部分 所以我这边就不再额外安装了 载入完模拟器核心之后 麻烦各位将您的摇杆与您的行动装置先做好绑定 之后我们就可以载入我们的游戏了 我们选择载入游戏内容 系统会询问您 您的游戏内容存放在哪个目录之中 选择我们的游戏目录 在本篇练习里面我们游戏的ROM 我是建立在Retal Arch跟目录之下的 GameROM的目录之中 所以我们到GameROM里面去寻找我们要玩的游戏 这边我已经依照主机的分类将一些游戏先放进来了 我们来试验一个看看吧 我们选择任天堂 我们选择玛丽兄弟 那么由于我们的这个ROM它本身是个压缩档 所以它会询问您要如何开启这个档案 那这两个随便选什么都可以 并没有特别的要求 那接下来呢 由于我们是第一次执行这个游戏 所以它问你 这个游戏要用什么模拟器来开启它 那我这边我有安装两个任天堂的模拟器 那我这边我选择FC OK 这样子呢我们就开启了我们的游戏 由于我们已经绑定了蓝牙摇杆 我们可以直接用蓝牙摇杆进行操作 那我这边呢我选择开始游戏 进入到游戏之后 我们对ROM目前的这个画面来做一个说明 首先呢各位可以看到很多这个虚拟键盘的配置按钮 这个按钮呢 由于呢我们目前有使用这个蓝牙摇杆 所以呢这些按钮我们用不到 用不到的情况底下呢 各位呢可以点选右上角 有个收起的小圆圈 这边有个收起的小圆圈 我们点选起来 那么呢就可以将虚拟键盘收起 那虚拟键盘收起呢 可以使你的盘面呢 看起来更加的干净 那当然如果有的时候 您可能在外面游玩不方便拿摇杆出来使用的时候 我们的虚拟键盘呢 也是可以直接做一个对应的操作 只是各位要习惯这个 搓平面键盘而已 那再来呢 最上面这一排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按钮 这些部分呢 像这个呢 是左摇杆的配置 我们点选上去以后呢 你左边的十字钮呢 会变成操作摇杆 那呢 这边呢 就是右摇杆的部分 右边的虚拟摇杆 那这个在任天堂上面是用不到啦 如果说是PS以后的游戏机 那么呢 您就多半都会使用到这一些 那目前我们用不到 我们就把它给恢复成正常的十字键 那再来呢 有个快进按钮 这一个是快进按钮 快进按钮呢 就是可以让你的游戏呢 执行的很快 对一些RPG 平常要走很多路的RPG来讲 那这个快进按钮呢 就很有用 那最后呢 这一个太空经略者的图案呢 就是呼叫Ritor Arch的选单 这也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呼叫Ritor Arch的选单 我们点进去之后 就又回到我们的这个Ritor Arch的 这个选单页面了 那么在开始进行游戏之前 我们要先进行一些重要的按键绑定 请各位选择右方的这个齿纹的图案 选择操作 选择输入热键绑定 透过热键绑定 我们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蓝牙摇杆 来去进行很多Ritor Arch本身的系统功能 您就不需要再接一个大键盘 或者是手忙脚乱的 去点选那一个太空经略者的图案 再来去进行您所要做的一些系统工作 首先我们先看这一个游戏控制器选单切出组合键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跟我们刚才点选太空侵略者的那个图案一样 它是直接呼叫Ritor Arch选单 有了这个功能 我们就能够全盘的掌握Ritor Arch本身系统的运作状况 那在这边我预设的是四颗按钮的复合组合 那如果各位您不想那么多按钮的复合组合 我们可以点进来看 点进来看之后我们可以发现 它帮我们做了很多组合的配合 那各位可以选择一个您不容易误触的组合 那如果您觉得您很容易误触 那就跟我一样 一次四颗按钮 L1 R1选择开始 这个总很难去误触了吧 所以选择好之后 我们再回到热键绑定的页面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启用热键 所谓的启用热键就是 当您要使用热键的时候 您一定要辅助这颗钮 做两个按键的按压 它才会去进行您所指定的工作 这个功能很重要 如果您有设定启动热键的话 您就不容易发生误触的情况 再加上蓝牙摇杆本身按钮的键位有限 所以我们绑定了启用热键之后 您的ABCD、XYZ这些 您都可以拿来绑您需要的特殊功能 因为您一定要再加上某一颗启用热键 它才会去进行系统的变化工作 那这边我启用热键 我把它绑定我的选择钮 我们点进来 压住选择钮 OK 它启用热键就绑定在您的选择按钮之上了 设定完启动热键之后 您接下来就可以针对这个热键绑定功能下面许许多多的系统功能 来去进行您所要的对应 那这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叫做回溯 我们往下卷 这边有个回溯的功能 那透过回溯呢 我们呢可以减少很多游戏的悲剧发生 那这边呢回溯呢 各位一定要绑定一个热键 那我这边呢 我是绑定在我的L2键上面 要绑定的话呢 我们点入以后 压住L2 那么呢 它就会完成这个绑定 绑定完回溯之后 还有即时存档跟即时读档的功能 各位呢 可以看您的需要呢 下去进行一个绑定 我这边有个载入状态 就是读档 储存状态呢 就是存档 那这两个功能也蛮常用的 那各位可以按照您的需求下去做选择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绑定了回溯的热键 那回溯呢 并没有马上启用 我们还要再回到RetroArch的选单 去开启我们回溯的功能 请各位点选右方选单 这个主页的按钮 选择快捷选单 往下卷 我们可以找到回溯 请各位点击回溯 回溯预设是关闭的 这个样子 那么呢 我们把它开启起来 那开启之后呢 下面呢 有这个回溯的相关选项 那在安装PSP那一期的影片之中 我们有针对这些选项去做一个说明 各位如果想要了解它实际运作状况的 还有它的功能 可以回去那一部影片看 那这边呢我们就是开启回溯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完成了选单组合键 还有热键启用按钮 以及回溯钮这三组热键绑定 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游戏中来看看 它实际的运作情形是什么样子 我们先回到游戏之中 选择继续 回到游戏之后 我们先呼叫我们选单组合按键 看看我们能不能呼叫出选单来 OK没有问题哦 选单可以呼叫出来 而且可以透过您的蓝牙摇杆 来去进行选项的选择 那么呢我们再回到游戏之中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回溯的功能 那这边呢我把垃圾桶打爆 剪了它里面的钱袋 之后我们用回溯的功能回溯 垃圾桶回复了 那么呢打破垃圾桶以后 钱袋依然存在哦 所以呢透过这个回溯的功能呢 如果您发生了任何的意外 啊我挨了一拳 您呢可以用回溯 又回到满血的状况 一样呢回复到垃圾桶之前的状况 您可以回复到您任何一个 时空的节点 那么呢这个就是回溯的妙用 在我们进行动作游戏 还有射击游戏的时候 它可以减少您很多很多的困扰 您呢可以反复针对某一个桥段 练习到您的整个技能完全存熟 另外针对很多游戏恶意的初剑杀 你也可以呢予以回避 哦因为呢您的第一次初剑杀呢 你可以把它回溯掉 哦这个呢是系统回溯的功能 非常的重要 请各位一定要使用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最后一个练习 是游戏选单的建立 那随着我们收集的游戏的ROM越来越多 那管理游戏呢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各位请先点选右方中间这一个 三个横杠的图案 我们进入游戏选单的功能 在游戏列表的功能这边呢 我已经先建立好了一份游戏列表 我们先来看看游戏列表的情况是如何 最下面这边呢 我已经建立了一个SEGA的游戏列表 我们点进来看 那在这游戏列表这边呢 它们呢会把您相关SEGA的游戏呢整理起来 并且会辅助一张游戏截图 还有游戏盒的图案来供您电视 这样子呢随着您的游戏呢越收集越多 您可以透过这个功能来方便您管理游戏 针对不同的主机加以管理它 这个游戏选单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制作呢 接下来我们就以任天堂的游戏 来为各位做一次示范 请各位点选右方中间三个横杠的图案 在建立游戏列表之前 请各位先将您相同主机的游戏 集合在同一个目录之中 方便我们等一下要进行的作业 在游戏列表这边我们先点选扫描文件夹 接下来我们要告诉系统 你要建立游戏列表的游戏 都集中置放在哪一个目录 那么我这边我是放在 RittleArch目录底下的Game ROM 里面的FC之中 所以我们点选进入该目录 RittleArch的Game ROM 里面的FC 点入之后选择扫描当前目录 它下面会显示已完成比对 接下来我们再选择右方这三个横杠 我们回到游戏列表之中 往下寻找呢 我们呢就会找到这一个任天堂的游戏列表 我们将它点开来 那么我安放在FC目录底下的游戏 就会全部被它提取出来 在这同时 它也会帮您进行这一个美术盒 还有游戏截图的提取 如果各位在完成游戏列表之后呢 您有这一个缺图的情形 那么呢您可以利用 线上更新器 我们回到线上更新器的功能 请各位选择右方主页的图案 我们选择线上更新器进入 这边有个游戏清单预览缩图更新器 我们针对 比如说我刚才FC有缺图的话 那么呢就针对您任天堂的游戏 下去再重新扫描一次 我们点选进入 它会问你呢 你要针对哪一个游戏选单 下去做缩略图的更新 我们再选择任天堂 它就会重新扫描一次 它就会重新扫描一次 那扫描过后呢 您再回来看呢 只要您这个游戏它有缩略图的 它就会帮您补足进来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练习 各位也赶快来试试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杈 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